比较有趣的是 老师在美国进修的四年期间 立马回国 一般飞出去的 大部分都想在外面多进修逍遥 甚至就在落地生根 你会有那么强烈的动机回来 跟你想要当老师这一件事情 好像有密切的关系 不晓得怎么因缘际会之下 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情形 想当老师当然跟爸妈有关 因为我爸妈都是小学老师 所以从小也说耳濡目染 看他们跟学生之间的相处 学生家长之间的相处 再加上一路上都有遇到很多好老师 所以就觉得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 似乎相当大 因此就觉得当老师应该 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后来因缘际会就念了台大 念了台大的话 如果想当老师感觉上 当教授似乎是很合理的 那也遇到好多好老师 就是当时在资管系的很多老师 他们都很认真的教我们 所以就想说那来试试看 能不能当教授好了 当教授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 要有自己充满热情的研究领域 要喜欢做研究 要喜欢教书等等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是 喜欢分享知识的人 换成白话讲就是唠叨啦 有一点 对 没错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爱讲话 爱教书 那OK 那不过研究领域什么的还是要找嘛 所以后来就首先大三就先做专题 那跟我们系上的陈静之老师 那很幸运 陈静之老师就是把他会的东西 都拿出来教我们 然后对我们非常好 让我对作业研究 作业管理 然后资讯系统等等 这个领域就有很大的热情 后来就继续硕士班 就来念念看写论文 那跟着陈静之老师学了很多东西 觉得说确实是不错 那感觉应该要来试着念博士了 于是就申请博士班 那博士班也很幸运 在Brickley遇到后来的指导老师 陈寅如老师 然后学习怎么样用赛举理论 研究这些供应链 或者是相关的各种商业议题 一路走来都一直遇到很好的老师 我觉得是我最后决定当老师的 最大的理由之一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 也要开启小铃铛 才能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 另外我们还有 IG与FB粉丝团 欢迎来追踪与按赞